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31年张玉第三代酿酒师 来自意大利的巴迪士多奇 以蛇龙珠为主要原料 酿造出一种全新口味的干红葡萄酒 经项目铜沉酿后上市 一时间大为畅销 时任张玉总经理徐旺之 以其敏锐的品牌意识和商业远见 决定为这款最畅销的葡萄酒 取一个好听的名字 最终从张玉创始人张碧氏 携海纳百川的经营理念中 获得灵感 将它命名为杰百纳 1937年6月28日 经当时的中华民国实业部商标局批准 张玉公司正式注册了杰百纳商标 注册证号为第33477号 该文件至今仍保存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刚刚诞生的张玉杰百纳 凭借高性价比迅速打开国内外市场 据1937年化学工业杂志记载 杰百纳行销除国内各大商部 如南京、北平、上海、青岛、广州、汕头等地外 以远销国外 如新加坡、南洋群岛、弹香山等地 1939年 上海申报上刊登的张玉广告 已出现了张玉杰百纳的身影 同年4月出版的酿造杂志 首次公布了张玉杰百纳和欧洲葡萄酒的分析对比指标 张玉杰百纳的所有指标 完全达到了优质干红葡萄酒的标准 酒精度、丹宁和残留糖分等主要成分指标 与当时法国波尔多产区的优质葡萄酒旗鼓相当 张玉杰百纳成为有历史文献记载的 中国最早的干红品牌 2002年4月 张玉公司再次向国家工商行政总局 商标局申请注册杰百纳商标 并获准注册 注册证号为1748888号 之后 一场轰动国内葡萄酒业的知识产权官司 达了八年之久 被誉为葡萄酒行业知识产权第一案 2010年 经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调解结案 确定第一 1748888号 解百纳商标注册 程序合法 解百纳商标所有权 最终仍归张玉集团所有 张玉解百纳独特的口感风味 来源于他的主要酿酒原料 蛇龙珠 世界三大酒瓶家之一的杰西斯·罗宾逊 在瓶酒笔记中写道 我们的酿酒葡萄品种一书的共同作者 何赛·乌亚莫兹 从中国最大的葡萄酒公司张玉 获得该品种的样本 通过DNA分析发现 蛇龙珠 波斯·加美纳 现在常见于智利的老波尔多品种 加美纳自19世纪中后期 法国爆发葡萄根琉芽虫害以来 逐渐在波尔多失传 辗转智利幸存下来 加美纳在智利的安地斯山脉表现良好 蛇龙珠则在中国的烟台表现良好 经过张玉100多年的精心培育 蛇龙珠已与烟台的风土充分融合 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点及口感风味 并成为迄今为止 唯一被国际上认可的 由中国人培育的酿酒葡萄品种 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与张玉公司技术中心合作进行的研究表明 在蛇龙珠中剪出构成葡萄酒品种香气 重要成分的贴息类化合物多达26种 而在赤霞珠、美乐、品丽珠中 分别剪出17种、16种、15种 这正是张玉杰百娜香气优雅 品味柔顺、品质优异的奥秘所在 为了纪念这一中国特有的酿酒葡萄品种 2016年5月25日 世界蛇龙珠日在香港设立 中国从此拥有了一个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葡萄品种节日 目前 张玉公司已在烟台拥有 全球最大的蛇龙珠葡萄种植基地 其种植面积占了烟台蛇龙珠总面积的80% 占全国蛇龙珠总面积的70% 历经时代变迁 经过一代代张玉人的努力 杰百娜的工艺得以延续 并不断发展创新 20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 张玉杰百娜甘红葡萄酒 成为张玉公司的主要出口品牌 80年代 在中国第一代女酿酒师陈浦先主持下 张玉成立杰百娜甘红中心实验室 进一步完善了杰百娜的工艺配方 进入90年代 张玉总工程师李济明博士 主持扩建了张玉技术中心 采用现代生物技术 从蛇龙珠品种中 选育出四种优良的新珠系 通过现代分析技术 确定了张玉杰百娜的特征风味成分 并在蛇龙珠葡萄基地 积极推行一系列综合管理技术 同时多方面优化酿酒工艺 推动杰百娜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1998年 张玉建成了3万吨的杰百娜原酒发酵中心 2007年 建成了年产3万吨的杰百娜生产中心 以及每小时可灌装15000瓶 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生产线 通过标准化 自动化 信息化技术的采用 保证了产品质量及风味的稳定一致 2012年4月 中文学院长罗伯特·丁洛特表示 张玉杰百娜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几个同事都写下了难以置信的评语 世界第26位葡萄酒大师 英国葡萄酒与列酒协会主席 约翰·萨尔维伯决称 如果布尔多当年没有爆发过根硫芽病 也能继续种植蛇龙珠这个品种的话 可能刚好就是章鱼杰白纳这种味道 1987年在比利时举办的 第25届布鲁塞尔世界优质产品评选会上 章鱼杰白纳在与欧美多款名酒的同台竞技中 一举多得金奖 成为评选会的一大焦点 许多欧美酒评家开始关注这款中国酿造 在2005年的Wine & Dine杂志 亚洲最佳酒类评选会上 章鱼杰白纳荣获亚洲最佳红葡萄酒称号 2008年在第9届SIAL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上 章鱼杰白纳从17个国家453种葡萄酒中脱颖而出 被评为全球葡萄酒30个顶级品牌之一 世界三大权威酒评家之一的葡萄酒大师杰西斯·罗宾逊为章鱼杰白纳打出了16分的高分 在满分为20分的评分系统里 这个分数意味着结出 与波尔多二级名装的分数持平 英国金融时报称 章鱼杰白纳喝起来很纯净 新鲜 是中国的代表性产品 英国每日邮报说 章鱼杰白纳拥有较高的性价比和国际声誉 必将受到英国消费者的青睐与喜爱 英国顶级葡萄酒杂志Dekenter称 章鱼杰白纳是你周五晚上配餐的好选择 西班牙爱飞社也评价道 全中国最著名的葡萄酒企业 章鱼集团的杰白纳甘红 现已登陆西班牙 2006年章鱼杰白纳成功进驻欧洲3000家超市 邮购销售系统 葡萄酒专卖店 五星级饭店 及德国汉沙航空公司的头等舱 成为首个打入欧洲主流市场的中国葡萄酒品牌 2012年8月 英国皇室供应商维特罗斯 首次将中国章鱼杰白纳列入采购名单 在旗下的高端连锁超市销售 不久 杰白纳又进入英国七星亚伯餐厅 德国卡迪威百货 世界顶级豪华邮轮 维多利亚女王号 与全球知名产区的葡萄酒同台亮相 2016年 章鱼杰白纳进入西班牙的加勒福超市 及英国公司等终端销售体系 英国第二大连锁超市 Sanbury也同期开售章鱼杰白纳 目前章鱼杰白纳已进入欧洲5000多家销售点销售 出口全球28个国家 成为深受欧洲消费者认可的中国葡萄酒 2017年 杰白纳商标注册80周年 章鱼杰白纳全球销量 累计突破4.6亿瓶 成为世界最畅销的葡萄酒大单品之一 未来 相信它会有更好的市场表现 进取无止境 未来更精彩 章鱼